N2青刺方超能奶昔 邀您貢賞 媽媽好神 俗女家務室 我相信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一定都深深的有感覺到 不管是在工作還是生活 其實都有了非常大的改變 對 我覺得是大人就算了 因為我們就是失禮能力 算是非常的快 但小朋友也要滾動 在改變自己的生活 其實滿辛苦的耶 尤其現在上網課 就會發生很多的狀況 沒錯 所以如果講到上網課 到底有什麼狀況 我們首先當然就要從 所以說試採電腦嗎 不用鼓掌 我真的是好不容易 你知道嗎 我一聽到有居家 要在家裡上課的時候 我整個人就覺得我完蛋了 天風低烈了 四個小孩 然後我們的設備 她的眼神是累的 很空洞 我也沒辦法 你現在就是要改成網咖 網咖那種設備才適合你 要不然怎麼辦 還要升級光籤 對 有 我真的有升級 因為他們說網速太慢 但重點是你知道嗎 我安排了位置大哥 然後二弟 然後小妹 就我安排位置以後 他們會串陰 就是大家上課 對 會串陰嘛 而且我也曾經就是 剛好在罵小孩的時候 就直接傳過去 然後那個英文老師還說 是誰家 真的 然後老師就是說 怎麼關麥克風 要到安靜的地方 然後我就被我兒子罵得要命 我就說媽咪你看 我這樣好丟臉 所以也不是只有 我們覺得很困擾 我跟你說 其實現在上網課 老師也很困擾對不對 我自己就是 因為我有在教小孩 像剛剛那個案例就是 我也真的是 常常聽到家長在吵架 其實說實話 我很尷尬 因為我要裝作 我沒聽見 然後像我自己是 因為我在教小小孩 有一次就是 我在視訊的過程中 然後我就是想要 分享我們的畫面 給小朋友看 對 但那一次 因為這一陣子 大家不是都在追劇嗎 然後就是會比較有一些 比較裸露的劇情的那種 大家就是瘋狂在瘋床 沒有啊 你都會看這種的東西 壓力很大 都怪以天塗龍器 媽媽們不都差不多 都是會看一些劇嗎 沒有啊 媽媽的劇 沒有什麼劇 哪一種劇 妳是看到什麼劇 我沒有看 那是我朋友傳給我的 難怪幾個 不要想解釋 是我朋友傳給我的 他分享那個截圖 就是他很想趕快請我 加入他的那個一起看劇 他就傳了那一段 比較裸露的那個劇情 劇情的那一段截圖 所以就把它存下來了 然後那一天 我就是在跟大家視訊 然後要分享畫面 因為我是連接手機 我就連了上去以後 然後我就一按 結果那畫面就 就把它弄到 螢幕上 傳給小朋友 我嚇到高 還把它按著它 然後我當下就尷尬到爆炸 然後還好是因為那個班 家長們我真的都很熟 所以我就笑笑著按 媽媽你們一定要看 是不是 那拉到那個腿蜜蜜蜜 很可怕 所以後來有 有平息 就是我趕快就把它拉掉 結果沒有 他們沒有真的看到後續 沒有看到重點 只是因為我內心已經就是 崩潰 然後我的時候表情就是 好尷尬 我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家長都沒有退群 反而更多人加入 對 但是一堆十堆 想說後面怎麼 好像那個 學生越來越多 對 全部都說 要報名那林書宇的課 對 好 但是因為大家 因為變成現在都在家 不管是開會 上課的頻率都很高 其實現在也很多藝人 我覺得現在直播的功力 一直在與日俱增 對啊 現在變成說 你藝人直接在家裡 能做的事情 就是開直播 對 你知道疫情期間 大家會亂買一些東西 那亂買一些東西 你有時候你家裡小 你沒有地方放 對 那你就會放在後面 到處 那那些網友 你在開的時候 他就會說 你左邊那個 那右下角那是什麼 你直播的內容 可以無聊到 大家這麼分心 就是你還要忙著回應他 那你不回應他 他還會槍你 他說為什麼不回我 對 然後所以 為了避免這個狀況 我就買了一個這個東西 這什麼東西啊 你就這樣 你現在是假裝有日落嗎 這樣 一個夕陽 好 勿力彈簧 就是日月神教的教主 對 因為我跟你講 第一個 你這個拿起來 一擋好不好 你後面那些雜物 全部擋掉 沒錯 然後你的背景很乾淨 對 你要上一些後製都OK 這感覺是 沒有 我覺得 全撥著撥著我都浮起來了 而且還可以發光有沒有 對 這個是本來可以用來當 反光板的吧 可以夾在那邊 然後可以自行 那你都帶來了 不要浪費來 幫我放在這裡 幫我擺個光 放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對 這樣可以 好像沒有吃到我的光 對啦 這樣比較方便 因為像現在我們每一次直播 女生要妝髮 其實真的很麻煩 因為有一些濾鏡 你就是用了會覺得 可能不太自然 又想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在家裡 就是明明就是沒事 為什麼一個大農莊 人家就覺得你很刻意 所以其實又很自然的感覺 不是啊 這種東西 男生都沒這個困擾對不對 也是有困擾啦 我算眉毛比較稀疏的 所以說你如果 我如果沒有畫 我不太會畫眉毛 你會覺得沒精神 就會看起來沒精神 我老實說 我剛進棚準備要開錄的時候 他是憑藉著他那張貼紙 不然我不知道他是什麼 對啦 你就是米東啊 知道嗎 重點是呢 手又有點笨拙 就乾脆就上網 就看到一個 畫眉毛神器 對 對 然後我就買了 就是這個 畫眉毛神器 八合一的這個眉卡 你買那麼多要幹嘛 各種眉 什麼意思 一字眉 然後那個 尖酸柯薄眉 什麼都有 八種 套組 那他怎麼用呢 看你直接畫 我先畫一個 尖酸柯薄眉 你畫一個那個 好像花病喔 紋身左的啦 帥一點的啦 像長的啦 這樣就可以畫了 好 可是問題是呢 我八種都試過了 他說可以印譽所有人的眉型 對啊 對 可是我這樣畫起來 你現在沒有要畫一下 我畫完整個人很沒型 我現在不能畫 我畫會糟糕 然後所以為了 糟糕怎麼 然後重點是我跟你講 人生就是從哪裡跌倒 要從哪裡爬起來 所以 於是我又買了一個 升級版的 又爬起來 還有升級版 就是 直接用印的 不明思議 他不需要你的很 他不需要這個 不需要技術 他不需要技術了 從這邊抽出來 其中一個 印章是不是 印章 太好笑了 不要太黑 好 我發現他上下蓋錯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好黑 有沒有 有耶 有耶 你有看到 其實還不錯耶 真的 我覺得你這樣 眉頭這樣稍微暈一下 對 太濃了 這另外一邊怎麼弄 我跟你講 他就是兩邊都有 所以你這一邊就是 好厲害喔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好用耶 這沒事還可以拿來擲杯 我跟你講 他可以運用的層面滿多的 這很不錯耶 對啊 假設你看你這邊 併腳稍微少了一點 他也可以 是假的 真的 真的耶 很不錯 很方便耶 有沒有 立東這個 胸姐客慢 有沒有 有沒有 對耶 是嗎 立東你慢慢畫 好 我慢慢畫 我覺得這個滿適合 推薦給小良哥的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們這些東西 我們小良哥 通通不用買 這招 他放棄自己喔 他可以什麼都 沒有 他照樣直播粉 私人數一樣很高 你想知道吧 就有一天啊 我就洗完澡 然後我就進到 怎麼房間裡面 有那個西施叔叔 在講話直播的聲音 然後我就一開門 就一看全黑 我想說 糟糕 是我按到按鈕了嗎 趕快要開燈 這時候小良哥在那邊 大吼 不要開 我跟你講 他整個關燈 所以你們也看不到 他的背景 也看不到他的造型 他 鏡頭不要開就好了 我跟你講 他那天跟誰在 就是 然後 我跟小姐 我們就約好幾個 然後夢多啊 然後就我們幾個人 就約好說要來直播 結果他從頭到尾 就不開燈 他就像一個 受刑人的自白 那個人在陰暗處 然後背對著大家 然後再跟大家聊天 然後你只看他的 側面剪影 然後我就想說 是有這麼見不得人嗎 不是 所以從頭到尾 他在跟朋友直播 但是他都沒有露臉 全部沒露臉 而且所有的粉絲網友 就一直說 小良哥 讓我們看一下你嗎 看一下你 然後中間就是你回來了 他驚嚇 因為突然有一個燈一閃 就很像他跨的 歸號這個 然後就趕快 你又把它關掉 對 我就關掉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就說 你為什麼在這邊偷偷直播 還不跟老婆講 好像你在偷情 他在幹嘛 他就喜歡這樣 對 喜歡偷偷摸摸的感覺 對 我就喜歡這樣 我覺得你們還是不要看到好了 而且我現在發現 很多人是 他們很厲害 他們就是先 譬如說你現在坐在這個位置上 辦公桌 你自己的家裡的辦公桌 你就先拍幾張照片 一定要有一張是 頭低低的 好像在寫東西 然後再拍一張 就是認真在看螢幕 對 就是拍幾張這種畫 所以然後讓那個會議中 或照片一直循環 不斷循環 你剛好有事情要出去 或者是要偷懶一下 你就放那個照片 然後如果剛好老闆有Cue到你 因為你一定是 麥克風關掉 老闆剛好Cue到你 就是你趕快回來 因為一定會有人說 老闆叫你 你趕快回去就說 就是 網路卡卡的 對 有現在太多網路卡卡的狀況 你不然沒有發現嗎 但如果像這種 就是真的有被發現說 你就是會議中做別事 或甚至像曾剛講外出 他這樣有觸犯到一些 他該付的責任有辦法 有啊 當然有啊 其實 那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員工在上班的時間 其實跑去外面 不管去做什麼事情 像之前還有新聞說 明明他是一個公務人員 應該在那個公所上班 結果人可能跑到陽明山上去了 是 我知道 他真的很大膽耶 對 那個是最嚴重的 那其實像你們剛才提到說 什麼放照片什麼 我們遇到的是 有的是會直接錄一些影片 錄說他有在開會的畫面 然後一直點頭 然後看一看 一直 就像曾剛講這樣 他說的只是照片 可是我講你用照片 其實很容易被發現 因為那個不會動 那你要用影片的方式 然後不斷地重播 這是升級版 對 升級版的 那像現在很多是像那種 線上除了會議以外 還有一些線上的演講 或者是線上的課程 那那種就是一次好多人 在畫面裡面 那我們就遇到很多是 這種狀況 你喊他 他還是繼續在點頭 就會抓包 但是大部分不會被發現 可是如果假設 真的有做這種事 其實像員工 他其實是有 因為人根本沒有在工作上面 那這是會有礦質的問題 或甚至他該請假 沒有請假 是不是有記載一些上班 有虛偽記載上下班時間 這也都有問題 所以雖然是疫情期間 該請假真的還是要請假 對 而且也不要想說老闆沒看到 就慶菜弄一弄這樣子 對 所以是抓到 是有法律責任的 可是因為像現在線上會議 真的很多 我們是不是在服裝 也可以怎麼樣裝扮自己 讓自己覺得說 在老闆面前我好像真的 有那個專業在 我覺得就是真的 平常開會什麼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樣子 對 那建議就是 可以穿力領的衣服 因為其實大部分看到都上半身 所以穿一個力領的衣服 自然看起來會比較有精神 再來就是說鏡頭的位置 我覺得也很重要 像鏡頭我覺得就可以偏高一點 因為偏高一點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眼睛會張大往上看 就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對 不會一直往下垂 有道理耶 對 無時刻 你都好像在睡覺這樣 就臉也比較小 可是因為你的平板 就是在你面前 它就是照這樣子 所以要架高 桌子架高 可以架高 比如說用書本什麼的 還有就是如果你 從下往上照的時候 會一直看到你的白眼 就覺得好像很不禮貌 好像隨時都會翻白眼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就是服裝的部分 還有看到鼻孔 我們常常在視訊開庭 都一直看到對方律師的鼻孔 會覺得他很驕傲是不是 也沒有覺得他很驕傲 只是覺得說鼻孔應該清一清 有點髒 然後再來就是我有發現 因為這個後疫情的生活 就是大家也是要做一些 很多的娛樂 就人際關係也不能少嘛 對不對 雖然不能群聚 但現在你看我也是 現在幫好多朋友 過了幾次的那個 視訊生日會 就是大家 像像瓜哥生日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是 也是就上視訊 然後就是直接唱 生日快樂歌 但雖然大家都不在 同一個節奏跟 同在Key上面 但至少那個意思就到了 你說生日快樂歌 都唱不一樣了 都不一樣 而且有人還在隔有沒有 重唱 我們已經可以唱到一半了 他才開始唱 就非常的不整齊 但至少意思到了 然後大家有互相關心 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現在有很多那種很荒謬的 視訊的過程對不對 像我自己呢 是因為我也有幫我兒子過 就是慶生 就是視訊慶生 但是我們平常 可能幫孩子過生日 就是如果今天約 就像在疫情前 約的話 不能來的人 我們也不會特別去跟他視訊 對 但是因為疫情期間 你就會把所有人 都約在一起 然後就導致於 我媽媽在幫我兒子 慶生的時候呢 他因為看到太久不見的哥哥 他整個好興奮 然後我兒子在許願 他在裡面聊天 好 阿咪你那邊還好嗎 好久不看到你 我說 我說你 你冷靜 今天你的水餃受到了 對 就因為太熱情了 就是沒有好久不見了 然後在視訊裡面 瘋狂開始聊天 我就說 尊重一點 現在多多在許願 這很氣 你不覺得視訊的過程 真的很難控制大家講話 超難 因為他就一直搭在一起 然後活在 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然後我最後真的生氣 我說我兒子現在要許願 我現在要把你們全部關掉 全部關掉 可是像我現在有身邊 很多男生的朋友 我覺得很奇怪 男生都要約試喝 有 試喝 對啊 試喝到底有什麼樂趣 因為一個人喝很無聊 彼此勸酒才有的喝 但最誇張的是說 他喝到睡著 然後大家都 喝到睡著 要處罰 先罰三千 不是 你要叫他說 結束囉 要下線囉 他還是躺在那邊 然後視訊很沒關啊 他怎麼辦 我跟妳講 最近王宙宣 就剩他一個人 最近桌桌有一次喝醉酒 就是跟人家視訊一包酒 然後我就真的不能 就是覺得怎麼可能 但我不騙你 因為他就是遇到一個 非常會勸酒的 所有人都被他撂倒 對 而且在家裡 大家會比較放鬆 覺得說喝醉也沒關係 如果在外面還想說 要回家還要開車幹嘛 你們都算人緣好 都約得到 有些人萬一想約 又約不到很慘耶 視訊因為最近 之前有那個端午節嘛 然後端午節不是要立誕嗎 對 然後我們就大家好 那我們來一個 線上立誕大會 立東要來立誕喔 立東要來立誕 然後大家都來立誕 看誰最快這樣子 對 然後因為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大家的大理石地板都很滑耶 怎麼樣 都立不起來 對 都立不起來 然後好 那我們就想說 那一定要 我們本來要懲罰 那個最慢的人 對 我們就拆一拳 好不好 拆一拳 最輸的那個人 就把那個蛋 砸在自己頭上 好啊 玩這麼大 你們是在家防疫防 都很無聊 然後我們就在拆一拳嘛 然後到我的時候 我們就拆嘛 可是因為你知道視訊 它是有點Lag的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贏了 可是他們說我作弊 你快賣出 他們說我慢出 只是我家的平寬比較窄 然後我就直接把那個視訊 我就跳出那個 我就離開 然後他們就覺得我很沒品 對啊 然後那時候 律師說 對 認真的 哪有人一拆完就離開了 對啊 你要離開 然後重點是 竟然就有人拍我的背 我就看到是我妹 因為我沒有看那個直播 嚇死人了 我妹看那個直播 她就說哥 你這樣太沒品了 然後後來我就心裡想譴責 我就覺得 然後後來我就直接 再進去那個直播間 然後他們一打開 她說誰進來了 然後下一秒 我就直接拿那個殼這樣 自己 然後就下一秒就關掉 我就去洗澡了 這樣人家還是覺得 你就是沒品 就覺得你EQ好低喔 好好的一個端午節 幹嘛浪費蛋啊 我們還是有 一顆而已 一顆還好 好 但是我覺得 現在有一個特別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大家現在都要 盡量避免就是去看醫生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就會改成另外一種形式 因為之前就是大家有說不要群聚 然後醫院又是很危險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最近常常會有一種那種 自己幻想好像已經生病了 的確我就是有腰有受傷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不能去大醫院的情況下 我就想到我一個中醫師朋友 我傳訊息給他 我說中醫有在看嗎 他說有 但是現在我們看診的方式 比較特別 你先加我們的那個LINE 然後把你的舌頭 特寫 好 它有幾個 特寫不要美肌 一定要燈要亮 要前鏡頭 然後照給他 所以你看 那個是我的 而且那天你知道嗎 很緊急 我已經到他診所了 那到了診間又很不一樣耶 那全部都是用 所以你不會有任何的接觸 對 很安全 對 你遞那個健保卡 然後包含了醫生他看診 我覺得他們防護措施 做得很好耶 很好 他們就是很像 冷凍褲的那個裝備 就是冷氣都散不出來的 是 是 因為我昨天才看到 洪偉傑醫師 他不是這樣子把自己保護 他是把自己穿得跟太空人一樣 對 很多啊 因為像我也是 我們家的那個電腦 都有那個家庭共用的連結 相簿也是會共用 像我最近就看到 很多很可怕的照片 因為就王醫師 每次看診的時候 其實像現在不能這麼直接 很多人也都會在傳 他現在的狀況 他說王醫師 我這裡有點垂 怎麼辦 他就會拍 這裡有點垂 對 我這裡好像怪怪的 在長一顆痘痘怎麼辦 或我背上有怪東西的 然後都是拍局部 我看到怎麼辦 但是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所以都會嚇到 他會講 好多 好清楚的那個顧位的畫面 那你這些照片除起來 可以給舒宇啊 不用 不行 我們還是要保護 那個病人的隱私 因為現在還有那個 很厲害 他們有做一個服務 就是 對 就是 因為你不能去現場啊 你就跟他講 你要拜什麼 或者是他就可以讓你 直接在線上拜 這個其實滿好的 其實滿好的啊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下次見 按下訂閱 謝謝 請 按下訂閱 谢谢大家